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其中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 南海一号究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怎样的海上贸易途径 我国当时对外出口哪些商品 这些商品又有着怎样的特点 在长达数月甚至数年漫长的海上航行中 船员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们吃什么又有着怎样的娱乐活动呢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 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首记 今天播出第二部第十集 船上生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两宋时期虽然它的军事力量不是很强大 但是这个时候的文化昌盛 经济繁荣 手工业生产应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 是居于领先地位的 中国制造也成为当时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 有人说在南宋时期 我们的海上丝绸住的动力源 应该是来源于东亚地区的宋王朝 那么宋朝究竟给世界提供了一些 怎样的畅销的这些商品呢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先把时间拨回到1963年的十月份 那在广东韶关的潮溪旁边 有一个古寺庙叫兰华寺 这个寺里面的深重就开始利用 这一段比较好的天气的时光 来对这个寺庙的佛像和建筑进行维修 有一名装修的工人 在清理佛像背面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一条裂缝 出于好奇 他就用手电往里面照了一下 这一看不要紧吓了他一大跳 因为他发现这个佛像肚子里面 有好多小人 然后再仔细地看了一下 原来里面放了很多的 这种木雕的佛像 那么文物部门 随后对大佛像肚中的 这些木雕佛像进行了清理 这些木雕佛像的底座上 一般都会刻有相应的文字 另外有一部分中间 还雕刻上了诗像者的姓名 他的住址 以及他的身份 有两个人民 引起了文物专家的关注 这两个人 一个叫陈德安 一个叫梵密 他们的身份都是刚手 我们知道 在当时的时候 如果捐赠佛像的人 他一定是需要同时捐赠一笔 相应的这种经费的 说明诗像者本人 他的经济的状况是非常好的 他们的身份既然是刚手 那刚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呢 刚啊 其实在唐宋时期 它是运送成批货物的一种方式 那么刚运到宋代时候 应该说变得非常的普遍 不管是陆地的江河的 还是海洋中的运输 都以刚运的方式来进行 刚运的首领或者组织者 就被称为刚手 我们通过这样的描述 就可以知道刚手 其实是当时商人的首领之一 后面呢 刚手这个词又被专门用来指 从事海洋贸易中的 这些商人的首领们 那这些人的原来的身份 按照文献中记载都叫巨商 就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他们这些人呢 从中国采购货物 然后把这些货物放运到海外 又购买海外的货物 回运到中国 完成了我们整个海上 四头之路贸易上的 这种经济的这种闭环 在两宋时期 中国销往海外的商品 大概有两三百种 那大体上呢 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呢 是手工制品 特别像瓷器啊 丝绸啊 漆器啊 这些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制品 而且这一类东西 应该说中国的生产技术 一直是居于世界的 最领先的地位 所以产品呢 深受海外各国的欢迎 第二类货物呢 是金属制品 包括铁器 以及铜锡铅 等各种各样的制品 当然中间也还有 金银器的这种贵金属的 这种制品 第三类呢 是工艺品 或者叫日用品 它包括像一些玩具啊 傘啊 梳子啊 还有像乐器啊 这样的物品 它主要是满足于 这个各地人民的 日常生活所需的 那最后一类呢 是农副产品 当时的像糖 像酒 像米 像茶 以及果腐 还有各种各样的药材 南海一号上 除了数量最大的 这个精美的瓷器以外呢 其他的数量 比较庞大的 能够跟瓷器相媲美的 主要是铁制品 那我们在南海一号上 发现的铁制品的种类 也有不少 包括像铁锅啊 铁钉啊 铁锄啊 还有半成品的这种铁条 在这些铁制品中间 铁锅是非常突出的 当时的锅呢 口径大大小小 是有差异的 但是它们整体的形状呢 和现在的铁锅 还是比较相似 只不过是锅腹 会更深一点 铁钉呢 也是一个 这个数量庞大的 这个商品 这种钉子 个体比较长 每根大概都有 20公分左右 它的形状是顶部较平 然后它的钉身呢 呈这种长柱形的 这样的一种钉子 一般是用于建筑 或者造船上面 都会去进行使用的 考古人员呢 还在南海一号的 第九和第十号唱 发现了比较多的 酱油桃的大罐 用肉眼观察呢 考古人员只能看到说 罐中只有这些 淤进去的泥土 但是当时从事考古人员 还是敏锐地发现了 它的不同反响之处 因为和其他仓位的 同样类型的陶罐相比 这些40公分左右的 这些大的酱油的陶罐呢 它都是用这种竹篮 来进行包装的 同时呢 每个器物的口颜部 还用木条来进行加固 显然在当时装货的时候 是对它们 有特别的这种保护 考古人员之所以觉得 这个它不同寻常 一方面是因为 它的这种装载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用肉眼 在这个罐里面 没有看见其他的东西 这一点引起了 考古人员的注意 因为在海运的过程中 为了增加这些货物的装载量 商人们呢 都会在这些大的容器中间 比如说陶罐啊 或者陶翁中间 去装入其他 个体较小的其他的货物 这样去更充分地利用空间 而不会让它去空置 去浪费这样的空间 所以考古人员就决定 对陶罐里面的 这些运泥进行取样 结果出来了以后呢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个泥土里面 含有别的东西 是什么呢 是细菌 当然你会说 细菌有什么奇怪的 淤泥里面有细菌是 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你说的这一点 是没错的 但是考古人员 从这些大陶罐里面 发现的这些细菌呢 是比较独特的 它里面含有了 酵母菌 取酶 这样的细菌 而这类细菌呢 如果我们熟悉 酒的量造工艺的朋友们 都知道 这是酒取中 最常见的这个菌群 说明这些大罐中间 原来很可能装的都是酒 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罐子上呢 我们还发现了 这个戳印的名文 上面写着叫玉叶春 在我们的中国的词汇中 有一个词叫玉叶穷江 用来形容那些 很好喝的饮料 或者是美酒 玉叶呢 应该是酒的 另外的一个称法 这个时期呢 宋代人也是非常喜欢喝酒的 因为酒的产量大 酒的品种多 而且在城市中间呢 有很多的这种酒饰 我们讲啊 不是所有的市场上 能买到的商品 都能够成为 对外贸易的这些物品的 它应该要具备 一定的先决条件 那首先一点是呢 就是既然你卖出去的 就是一定要得到 海外那些国家的喜欢才行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政府要允许 你对外进行销售 当然市场上能买到的 这些货物里面 绝大部分是政府允许 对海外进行销售的 中间呢 有一些是受到了限制 这种物品呢 是铜钱 政府呢一直是禁止 这类的物品来进行外销的 因为在北宋开国之初 铜钱是允许销往海外 但是很快 那宋朝政府就发现说海外市场对于中国铜钱的需要量太大 很多海外的这些国家以及他们的商贩都愿意用铜钱和中国人进行相关的这种交易 因为海外的商人大量的去收购中国的铜钱 同时呢 因为铜价在中国和海外的国家有一定的这种价格的这种差异 所以有些商人就会把中国的铜钱去融铸成铜块 或者是重新铸成铜器对外销售来赚取差价 宋代的铜钱的大量外流呢 也导致了国内可以使用的铜钱的数量的减少 同时也引发了钱荒的这种出现 当然这种情况肯定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呢 他们就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这种控制的措施 但是呢 实际上对于整个铜钱外流的控制 实际上是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两宋时期应该说 商人们去走私铜钱的这种方法是都种多样的 有的胆子比较大的 就直接把这些铜钱装在船舶的这个底舱 然后上面压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货物 他们堵的就是那些检察网 上来以后不认真检查 然后去简单地看一下就走了 这样的话 他们的这个走私的行为 就能够得以顺利地实施 还有一种相对比较保险的做法呢 就是这些商人们会把这些铜钱 预先地埋在海边的某个地方 或者用小船装载这些铜钱以后 使出港口大概六七十里的地方 在海面上等候 等这些检察网检查完了之后 船上的人呢 再把这些原来埋藏的这些铜钱挖出来 或者把小船上的铜钱 运到这些大的海船上去进行走私 南海一号的沉船上面 和这个周边地区呢 考古人员一共是清理出了 万枚的这个铜钱 这样的一个数量 显然是超过他们正常的经营 所需要的铜钱的数量的 所以我们也推测 这些铜钱很可能也是用来走私的 除了铜钱之外啊 这个南海一号上兼有货物和这个货币 两种功能的物品呢 还有这个金银制品 2015年负责02-01号探方发掘的考古人员 发现淤泥下面有一个漆气的盒子 这个盒子已经被压扁了 但是呢 它还是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因为呢 这个盒子的这个缝隙中间 露出一些这个金光闪闪的这种颜色 那说明这个盒子中间呢 应该是有金气的 打开盒子以后 最上面一层是折叠成这个 长方形的这个金箔 对于这种金箔的话 我们古代有专门的称谓 叫做金叶子 金箔下面呢 是一些碎金 再往下呢 我们发现了金像饰 然后金戒指 还有各种各样的串饰 以及耳环的装饰 有一部分的这种金叶子上 还著有专门的这个名文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像有韩四郎 像有这个王祝教 这样的这个文字 那考古人员呢 也对这些文字进行了解读 比如说韩四郎明显是一个人名 我们知道呢 他不仅仅是表达一个人的名字 他更重要的作用呢 是表达这个金铺的铺主 或者是这个对于黄金的这种成分 进行勘验的人员的一个印记 我们根据文献的记载啊 知道两宋时期呢 对中国销售的这个物品 比如像象牙 像宝石 像珍珠 这类都是比较贵重的 各种各样的木材 矿产 草药 以及农副产品 也都是这个对中国销售的 重要的商品之一 海外的相关的这种贸易啊 特别是这个香料 和贵重物品的贸易啊 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种收益 当然海上的这种航行的风险 也是存在的 因为有这样的收益的这种存在 所以引得很多人都进香的投资 海洋贸易 但是在茫茫的大海中的航行呢 是具有非常高的风险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配备出 一艘高校的这种商船呢 又怎么样才能度过 漫长航海过程中的日日夜夜呢 在茫茫的大海上 满载着船员及货物的南海一号 就如同一个微缩的社会 船员们的生活及劳作 既是所处时代的反应 又体现着独特的海上生活的特点 那么在两宋时期 远洋航行中 船员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他们如何分工与合作 又要如何应对 突如其来的海上事故呢 一个日本文献叫《草野群仔》 它中间记录了一份 中国宋代的时候的官方的文件 李冲公平 所谓的公平又叫工具 它实际上是政府颁发的 一份官方的证明文件 按照宋朝四伯条例的相关的规定 要从事海外贸易 首先要在商人所在的州府 去向政府提出进行贸易的申请 并且在这个申请上 还要写明你的货物的种类 船上的人员的构成 以及你要去到的目的地 而申请书经当地的官府审核以后 会转交到有四伯师所在的这些港口 去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审核 那经过四伯师的这种敷衍 并且给予了这种公平之后 航海的活动 或者说海洋的贸易的活动 才能正常开始 李冲这个人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海商 1105年的时候 李冲带领他的船队到达了日本 四伯师颁发的这种公平 实际上它有固定的格式的 一般都会分成三部分内容 一部分内容是记载船上的人员的 相关的情况 第二部分是记载船上的相应的 这种物品的情况 那第三部分就是重申 重政权对于整个海洋贸易的 相关的这种法律的规定 李冲这个人的日本之行 李冲自己是充当钢手的 也就是船上的最高的管理者 同时李冲还有四伯师 赐予他的一条竹子的吃杖 他能够使用这条竹杖 代替四伯师来行使管理 这个船舶的权利 如果一旦船上有人员去犯错了 他就可以用这个竹杖 来去对别人进行惩罚 这些船员如果发生了不幸 去世了以后 他的相关的财产 也是可以由钢手来负责 去进行相关的这种处理的 那担任钢手的人 一般都是非常有钱的这些大商人 他们要么是自己的经费非常充足 可以自己制造海船 或者是他有钱去租船 来进行海洋的这种贸易 在这个长途的海洋航行的过程中 因为风险很大 所以有时候也会出现 多个商人大家集资 来进行合租传播 来进行海外贸易的这种情况 一般会从这几个 集中出资的商人中间 推选一人去担任这个钢手 而且那个时候 对于海商搭伙进行贸易 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 你出十罐 出百罐的这些钱 都可以加入去购买 海外的相关的这种物品 所以沿海地区的那些 即使家境不太富裕的那些人 也有机会去参与海商的 相关的这种贸易 有时候这些大商人们 或者这些大的钢手们 他不想自己出海 去冒这样的风险 他就会出钱委托别人 去带他去担任这种钢手 在李冲公平中间 记载了除了李冲本人 担任钢手之外 同时他还有三个副手 分别去担任烧工 杂士 以及这个布领的这样的职位 在宋寨的时候 烧工指的是船舶的驾驶人 他负责操纵船的 最重要的这个尾舵 同时控制跟船有关的 相关的驾驶的一切的这种事物 杂士这个职务 它是和钢手一样 一般的话也都是有商人 来负责担任的 他的任务是管理船上的 所有的日常的相关的这种事物 那布领应该说是 船员的一个头领 按照现在的这种说法 可能他的这个作用或者位置 相当于现在船舶上的 这个随手掌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时期为了加强对于 以驾驶船舶为身的 这些人的控制 政府把这些人另编了户籍 称为船户 推广了这种保甲制度 相互之间就是互相监督 如果中间有一个人违法 或者犯了错的话 那其他人也要受到连作 李聪公平中间还明确地规定了 这个除了李聪和他的三个副手之外 船上的剩下的人 被编入了三个甲 当然如果是船员犯错 那像钢手 以及他下面的这些副手的 这些管理人员 实际上也是要受到处罚的 我们在李聪公平中间 还看到了第二类的相关的内容 就是记载这个船上有什么样的物品 当然物品的记载中间 最大的一块是船上的这种货物 从这个公平中间 我们知道当时李聪带队到日本去 进行贸易的货物 主要是布匹 丝绸和瓷系 这三大类 在宋代的时候 应该说丝绸的生产已经非常发达了 我们在李聪公平上看到的这个相眼 实际上它指的是一种表面 这个织上了这个有几何形的 这种相眼纹的这样的一种货物 李聪带去日本去交易的 这种瓷系的数量呢 应该说也不是很多 主要是有200床的瓷碗和100床的瓷碟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一个瓷叫床 床呢 当然跟我们现在说睡的这个床 意义是非常不同的 它当时呢 是对于瓷器的一种计量的一种单位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为了防止这些瓷器 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破损 它会把这些数量比较大 然后形态有比较简单的这些器物呢 按照一定的数量来进行分组 然后分类地进行包装 比如说用这些草绳 来把这个器物按照10个 或者20个一组来进行包装 我们在南海一号上 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包装的方式 大的这些瓷碗 基本上都是10个一组 然后比较小的这些瓷碟 或者瓷盘呢 都是20个一组 那这样的一组包装起来的 层组包装的这些货物 都称为一床 实际上最后计算 这个整个船舶里面的货物的时候 都是以多少床来进行计算的 除了这些船货之外呢 船上还有一些 他们生活或者是航船 所需要的这些物品 进入相关的这种记载的 我们还看到了 比如它有螺一面 有骨一面 然后还有鳍 这些都是在这个航船上 用来标识身份 或者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来发布命令所用的 在这个里面 鳍字是用来标识身份 或者标识国籍的 重要的一个物品 螺跟骨呢 实际上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来试紧或者用来传达命令的 那当然在夜晚的时候呢 中国古代的航行的船员 还会使用火把 来进行这个相互之间的 这种信息的这种交流 在北宋晚期的时候 宋徽宗呢 曾经有一次派遣了一队的 这种使团去出使高丽 为了显示这个大国的这个声威 宋徽宗呢 特地让人建造了两艘 非常巨大的所谓的神舟 当然最后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因为根据记载 当这两艘船到达高丽之后 引起了当地的这种轰动跟围观 在这次出使的这个团队中间 有一个人叫徐晋 他把从明州出发了之后的 路途中间所建的这个山川啊 河流啊 岛屿啊 人文风俗啊 以及到达高丽以后 所建造的相关的情况 写了一本著作 叫做《宣河奉死高丽图经》 徐晋就介绍了 他们刚从港里面出发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明金谷张旗之 以次解发 就是先去敲锣谷 然后出发 当然 罗呢 可能在现在对大家来说 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物 但是在中国古代 进行相关航海的时候 罗是一件必备的这种器物 它在某种程度上 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市井 或者说下达相关命令的 这样的用途 海上航行的这种风险很大 除了一般的这种风浪的风险之外呢 更严重的威胁 是出没无常的这种海盗 而且在这个两宋时期 特别是在东南亚沿海 以及高丽沿海地区呢 海盗活动是非常猖獗的 为了防止在海洋中间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在当时去进行海洋贸易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多艘船一起出发的 相互之间有一个噪音 同时呢 也可以叫忘声势 就是显得这种声势很大 能下退海盗 如果是单独的一艘船出发的时候呢 船上都会安排专门的人 负责警卫的工作 一旦发现这个有情况之后 它就会立即去明罗市井 所以罗这种东西呢 在中国古代的航船中间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漫长的海上航行来说 吃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虽然在两宋时期 我们已经形成了 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但这些饮食的文化与习惯 到了海上 无疑要受到诸多限制 在南海一号的研究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 很多惊人的食物遗存 这些食物遗存 反映了那个时代 独特的海上饮食特点 那么南海一号的船员们 都吃些什么 他们有着哪些 独特的加工食物的方法呢 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呢 一定是需要有 这个充足的食物跟淡水的补给 早在旱进时期 当时的航海能力 比较弱 所以人们呢 更愿意沿着海岸线 进行航行 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很大程度上 会延长整个的航程 以及增加了航运的时间 但是它的好处 就是随时可以补给 这个淡水跟食物的需要 同时呢 遇到风浪的时候呢 也可以及时地进行躲避 到了唐代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内陆的河流中间 出现了一种叫 鱼大梁航船的这个船舶 这个船呢 是非常大 在上面的话 船员的养生 送死 驾驶 都可以在这个船上进行 同时呢 船上还有空间 可以开辟一些菜园 去种一些菜 到了宋代的时候 根据我们文献的记载 船舶的规模 也是非常大的 那个时候 文献中说啊 海洋上航行的这些船 有一个房子那么大 它的帆呢 好像是从天边垂下的 这个云彩 同时呢 这个船上呢 还能够储藏一年的 这个粮食 还有一部分的空间 可以用来 比如说养猪 可以用来酿酒 当然这个描述中间 可能会有一些 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呢 我想两宋时期呢 航海跟造船的技术 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因为宋代的时候呢 已经掌握了 跨越大洋的这个直航 在长达数十天 乃至数月的 这个航行过程中 必须要有充足的 食物的补给 那么宋代这些人 他们在海船上 到底是吃什么呢 首先啊 人要生存 它首先需要有 蛋白质的这种补给 而蛋白质的这些补给呢 主要是来自于 各种各样的这种动物 考古学家对于 南海一号沉船上 以及沉船周围的 这些发掘呢 采集了这个动物的 相应的骨骼的标本 在这个船上发现的 骨骼中间比较多的品种呢 主要是脊椎动物 然后还有一些 这个节肢动物 在脊椎动物里面 还有一大类 主要是哺乳动物 那哺乳动物的骨骼的 鉴定的结果 我们发现中间有 猪 牛 羊 这几种 但是让我们觉得 很诧异的一点 就是这个时期的 羊的骨骼是非常多的 占了我们整个的 这个发现的 哺乳动物骨骼的 这个大部分 说明这个时期的人们 是非常喜欢羊肉 作为食物的 而我们的文献中间 也证明了这一点 两宋时期 上至皇帝 贵族 下到平民百姓 都非常喜欢吃羊肉 而且在文献中间 有很多关于羊肉的 这个诗词 或者相应的这个文章 有一本叫做 《东京孟华路》的 这本书中 记载了当时首都的 这个食室里面生产的 各种各样的羊的制品 我们发现有所谓的 劈切羊头 生染羊面 煎羊肠 还有另外像羊汁酒饼 另外还有叫乳炊羊 各种各样的羊肉的 这种做法 那中间可以看到说 羊基本上从头到脚 都是可以入菜 也反映了这个时期 人们对羊肉的这种喜爱 文献中间还有一段记载 说宋孝宗多次 在自己的皇宫中间 请他的老师叫胡全吃饭 每次吃饭的时候 菜肴里面就必定 会有一个羊肉的制品 有一次他请他的老师 吃的是叫顶煮羊羔 还有一次上的羊肉的菜 叫坑羊泡饭 这里面讲的坑羊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羊的品种 而是一种羊的做法 具体的就是把一只全羊 放到地炉里面 去进行相关的这种烧烤 说到烧烤这个事情 考古人员也发现 南海一号的出水的 这些动物的骨骼上 很多都有切割跟烧烤的痕迹 说明当时在船上的人们 烧烤也是他们去烹饪食品的 一个主要的方式之一 除了通过养殖的方式 来获取动物的蛋奶 以及肉类之外 船员们还通过这种腌制的方式 去处理相关的肉制品 在南海一号的这条船上 发现了有罐装的咸鸭蛋 这些都是在海上航行过程中 人们所必备的食品 除了要补充蛋白质之外 获取维生素也是让人类的 各种生理指标保持正常的 一个必然的这种要求 对于维生素的获取 主要是来自于植物性的 这些食物 考古人员从船上 一共鉴定出了19个种数的 大概3000多个植物的种子 或者是果核 在这个里面大概是分成四大类 有果类 然后有瓜类 有粮食 然后还有香料 这四大类 其中最多的是果类 不仅品种多 而且它的数量也非常多 在这个果类中间又可以细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中间 有像梅子 橄榄 枣 槟 槟榔 蓝酸枣 这样的所谓的核果 就是果肉在外面 然后中间有一个核的这样的果子 同时还有四种坚果 就是银杏 香菲 松子 还有椎栗 在这些果子中间 当然大家也知道 除了坚果 就是壳在外的这些果子之外 容易比较长时间的保存之外 其他种类的果子 都不利于长期的保存 但是把这些果子腌制了之后 就能放很长的时间 比如说梅子可以做成化梅 我们的橄榄可以做成蜜件 我们的枣也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种加工 对于像槟榔 像荔枝这样的这些水果 也可以通过赛制的方式把它变成果干 然后以利于长期的这种保存跟食用 除了果类之外 船上还发现了粮食和瓜类 主要是稻谷和冬瓜 所以通过这样的发现 我们也知道 在南海一号这条船上 当时人吃的主食 主要是以稻米为主 然后冬瓜应该是常吃的 所谓的蔬菜的种类之一 我们在船上没有发现其他的蔬菜的种类 当然你可能会有疑惑 我说船上人不用吃其他蔬菜吗 是不是只有冬瓜就够了 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想除了冬瓜之外 应该这艘船上还有其他的蔬菜 但是蔬菜它是不赖保存的 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植物纤维 虽然可以不断地从这个附近的港口 去获得相应的这种补给 但是它因为存放的时间不长 需要在短时间内被消耗掉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南海一号 出水的这些植物 之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些植物的种类 因为它留下来都是比较坚硬的部分 比如说果核或者说很坚硬的果壳 这样才能够保存下来 那它的果肉也都腐烂了 没有了 所以像蔬菜这样的东西 当时很可能是有的 但是因为保存的条件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 当时人是使用什么样的蔬菜了 在南海一号这条陈船上面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 用来调味的香料 比如说像花椒 像胡椒 其中花椒是中国原产的 那胡椒在东南亚地区 有比较大量的这种生产 当然因为它的数量比较少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一类的调料 是中国的这些船员 他们自行携带的 还是这个船上 有东南亚人的一个证明 我们如果把南海一号上 发现的这些植物的分布区域 来做一个树立的话 我们发现这些植物 基本上都生活在中国的 长江以南的地区 这一点上我想也可以间接地去反映 当时的这种船员的来源 很可能是来源于 这个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 商船因为它的出发地点不同 所预备的各种各样的食物 肯定也是有所差异的 那南宋时期从中国南方沿海的 比如说泉州或者广州这样的四伯师 出发的船如果购买当地的食物的话 其实相似性是比较高的 一般来讲的话 它们都会以稻米为主食 然后会配备一些当地有的这种肉食 或者这种植物 瓜果之类的呢 是可以作为这个 佐餐的 或者是作为这种平时的零食来试用的 为了让菜肴更加可口呢 在船上还准备了一部分的这个香料 南海一号这艘大型商船 无论承载有多少精美器物 奇珍异宝 在这艘船上最重要的还是人 人是这艘船的灵魂 掌握着这艘船的命运 操控着它的航向 两宋时期 人们生产出了大量精美的瓷器 绸缎 棘手工艺品 并把这些中国特产 源源不断地送出国门 让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一直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那么当埋藏八百多年的南海一号 重建天日的时候 这艘沉船中是否能够发现 人类的遗骸呢 在南海一号出水的文物中 又有哪些能够反映当时船员们 生活以及娱乐活动的物品呢 请继续收看考古首纪第二部第十集 船上生活 在南海一号的这条船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 人的相关的这种遗骸的数量非常少 主要是有一些零散的 比如像下颌骨 肋骨 胸椎骨 还有植骨 另外还有一些牙齿的这些遗存 但是整个的数量是非常少 而且很破碎 对于这些骨骼进行相关的观察 我们发现它一般都是 比较粗大 比较光滑 这一类的这种骨骼 应该都是青壮年男性 在船上发现的这些零碎骨骼中间 没有明显的说具有儿童的老人的 或者女性特征的这样的骨骼的愚存 那我想这一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也跟当时的海船的 整体的这种人员构成是比较一致的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 它附近有一些礁石 同时离周围的海岛也不算太远 所以当这个海南事故发生的时候 船员们去跳海去逃生的 这种概率还是蛮大的 这也是南海一号这条船上 发现的这个人的残骨 非常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吧 船上的生活呢 虽然要求不高 比较简单 但是呢一些日用品 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享有木制的木桶 木盘 以及这个金属制的少量的 比如说锡的碗 锡的杯子和锡的盘 还有铜座的这个盘 当然在这条船上还有一些 跟个人生活有关的物品 包括像梳子 包括锡制的 另外呢还有两枚的这个燕台 这个都应该跟个人的这种生活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在船上呢还发现了铜镜 这些铜镜样式有比较大的这种差别 因为它数量不算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呢 很难判断这批铜镜到底是货物 还是船员们这个自用的这个物品 航海生活呢 往往长达几十天 或者是数个月 所以海上的生活应该是非常无聊的 这些船员们在航行 所必须要做的工作之外呢 当然也要有些娱乐活动 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呢 根据我们文献中间的记者呢 主要是喝酒 就是大家没事了以后 因为船上可能也有相应的 这种酒的这种储备嘛 所以喝酒是他们最重要的娱乐活动 当然呢 其他的娱乐活动还有下棋 也是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之一 全州湾的这个沉船上 我们发现了象棋 明代的南澳一号的这条船船上 我们还发现了围棋 说明这时候的棋艺的这个活动 也是大家娱乐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对于南海一号中间啊 是否有外国人这个问题啊 我们通过考古的发现 也有一些线索可循 从这个船上的船货的 末书文字上都写的是 中国人的姓氏或者姓名的 这个角度考虑 以及说这个船上 船员们所使用的这些食物 船上的船员和商人 应该主要是以送人为主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也不排除当时船上 可能有外国的相应的这种 人员在船上进行生活 在2001年我们来进行南海一号的 这种视觉的工作的过程中呢 考古人员在抽泥的过程中 发现了两个这个眼睛蛇的头骨 在船上发现眼睛蛇的相关的这种遗存 我们想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这些蛇是偷偷地溜上船的 还有种可能就是 船上有喜欢去豢养蛇宠的 这样的人 而根据我们的一般的这种常识 在南亚地区 在西亚地区 有一部分人是喜欢去养蛇的 根据这样的证据呢 我们也可以推测 这条南海一号上 很可能是有外国的人共同存在的 海上四头铸的行情呢 我们当然讲离不开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之间 这些物产的人员的文化的 相互的这种交流 只有这些内容 去融入了海上四头之路的 这种大的这种洪流 这种背景之后 才共同促进了海上贸易的这种繁荣 当然了 这样的一个贸易的这种繁荣 也离不开航海跟造船技术的进步 那么在茫茫的大海上 在两宋时期 海上航行的这些航船 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它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以及这个时候的航海者 已经掌握了什么样的航海的黑科技呢 那我们下回 接着说